明日不倒,配音到了,哈喽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小趴哥哥,在9月3号更新以后呢,咱们有同居的玩家每天都可以收到一份爱心稻米,用这个玩意儿咱们就可以去做爱心便当来给我们的同居吃,当然你也可以尝试用肮脏的猪蹄加爱心稻米,看看能不能做出不可描述的食物,好,现在爱心便当已经做好了,咱们要点击赠送,就会发给我们的同居。 当然了,小趴哥同居也给我做了一份,所以说我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便当到底是啥属性。 持续恢复血量,一,暴剧力提升时,感染者生物伤害提升时,这个食物的属性还是非常棒的,唯一的缺点就是,只能同居给你做,而且只能你自己去吃。 好的,下面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,小趴哥给你们看看,我是如何花4786根金条,搞了一个连点器去抢那些比较便宜的枪口和握柄的。 这里我先关注了一个1000多块钱的棒球棒,这是我之前整的那个抢公式的脚本,但是那个脚本坏了,不能用。 所以说咱们现在要重新录制一个,好,把这个棒球棒给买掉,然后脚本录制暂停,现在调到5倍速度,然后不按停止就一直抢。 好,现在咱们点这个运行,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抢脚本的速度,应该算是挺快的了,是吧? 然后我等了一个下午,终于是等到了这个三接枪口过公式的时间。 小趴哥背包里有三把8球棒,都是做那个连点器的时候买的。 好,这个现在已经开始抢了,还剩6秒,5秒,4秒,3秒,2秒,1秒,看看能不能抢到。 每次抢的时候都会卡住,然后其实手慢了,商品已经被购买。 唉,难受啊,我这4000多块,4000多金条的连点器,果然不好使呀。 好的,你们有没有抢到便宜的枪口或者握柄呢? 有的话可以告诉小巴,咱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